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戴卫英会晤 在台湾 涉海等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抹黑攻击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蓄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也注意到美方表示美日韩伙伴关系 不针对任何国家 中方敦促美方言行一致 将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的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抹黑中方形象 损害中方利益 停止制造分裂对抗 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当前亚太地区呈现两种趋势 一种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努力 另一种是以美英澳 美日韩 美日英澳等各式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为代表的 煽动分裂对抗 企图复活冷战思维的行径 令人遗憾的是 前者看不到美国的身影 后者却都以华盛顿为核心 以华盛顿为轴心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 不应成为大国决力的拳击场 更不应成为冷战热战的战场 一切在亚太调动新冷战的企图 都将遭到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坚决抵制 一切在亚太建立和维护霸权的行径 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我们奉劝有关国家 不要逆流而动 不要试图在亚太复制阵营对抗模式 不要以牺牲他国战略安全利益 与亚太人民扶持为代价 维护一己私利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 中方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接受任何人 任何势力打着和平的幌子 干涉中国内政 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 是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对其纵容支持 有关国家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建设活动 中国海警船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 合理合法 无可非议 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 一贯重视旅行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不接受不承认南海仲裁案的非法裁决 近年来美国极力插手介入南海问题 怂恿支持个别国家海上侵权 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是地区秩序的搅局者和破坏者 美国还纠结盟友 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周边海域 频繁开展军事演习和抵径侦察 药物扬威 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和挑战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并同东盟国家一道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开展涉海务势合作 坚定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努力推动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